Hello 大家好 我是毛毛 今天的主题呢就是生酮减肥 减肥对于保养抗老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很多人应该像我这样 终其一生都会被减肥所拖累 我用了非常非常多种的方法 但是还是因为嘴馋吧 我上一次失败的减肥经历呢 是我尝试了生酮减肥 我为什么失败呢 因为我活生生的把自己生去了医院 今天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生酮减肥失败的血泪史 跟大家大概讲一下我的身体情况 我的身高只有155 但是我的体重应该是在49上下浮动吧 我自己觉得很胖 但是如果科学的来看的话 已经算是小基数减肥的一个范围了吧 但是如果还想拍视频拍的好看的话 我的理想体重是45公斤或者是46公斤 我就比较满意了 那这就是我目前的一个情况 在试了各种办法都不太成功之后呢 我就把我的毛头描向了生酮减肥 作为一个21世纪的知识分子 我肯定不会随意的就开始生酮减肥 开始之前我也像大家一样上网搜了非常非常多生酮的功率 生酮应该怎么吃 生酮有什么副作用 细细满满的觉得自己身体很健康 不会出现那些副作用 并且觉得只要瘦下来怎么着都可以 我会用手机APP来记录我每天吃了多少东西 然后课数是多少 基本上保证我的脂肪含量是在70%以上 然后烫水化合物是在10%以下 这样进行了大概有两周的时间 我自认为我吃的东西都是比较天然健康的原生态的食物 并且在吃生酮饮食期间呢 我还特别注重自己补充维生素B啊维生素C啊维生素D啊 就是应该补充的补充剂我也都大把大把的吃 自认为是一个比较科学合理的生酮饮食了 确实生酮了两周 也给了我非常好的反馈 我两周大概减了两公斤的样子 减到了47公斤 算是我近两年来比较低的一个体重了 我非常的满意 除了生酮饮食之外 我还会配合大量的有氧运动 其实在生酮之前呢 我就已经开始有氧运动了 我对自己比较狠一点 大概每次都会运动一个半小时 就是在跑步机上 可以消耗到500大卡 隔天就会这样去跑一次 我觉得还是可以承受得住 没有什么大问题 膝盖也不会感觉到有伤痛 进入生酮饮食之后呢 我还是照样进行了以前的那个运动强度 结果好巧不巧 到了生酮饮食第二周末尾的时候 我发现自己尿雪了 当时发现第一次的时候 我真是自己吓到够呛 非常非常红的颜色 上完洗手间 然后转身就要冲马桶的时候 再看到马桶里的颜色就像这样 这当时很慌 我也不知道我身体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 像一般这些什么咳血啊初血啊什么的 一般都是什么病入膏肓的时候 我当时脑子里有一万种想法飘过 像自己是不是得了什么绝症 当时发现的时候是晚上的九点钟 也不是很方便去医院自己上网搜了一下 就大概看一下尿雪 一般都是有什么情况产生的 无外乎就是肾脏的功能 或者是感染的问题 并且当时科室选择我也很头疼 我不知道明胜尿雪的情况 我应该是挂妇科呢 还是应该去挂密尿科 还是应该去挂肾内科呢 当时我结合了自己的情况 还有网上的一些建议 我就挂了一个肾内科 还真挂对了 去了之后那个大夫 让我做了一系列的检查 然后我现在检查报告还有呢 当时比较异常的 应该就是尿液检查里边的 它会显示白细胞的检测结果是2478 是四位数我2478 但是正常的范围是0到23 我应该是足足多出了100倍 红细胞呢 红细胞也是四位数是2895 然后它正常的范围是0到18 我这应该多了将近快200倍的数量了 最后呢是做了一个肾脏的采钞 医生得出来的结论是这样的 因为我一直在进行生酮饮食 确实也有效果 生酮饮食最开始都会减掉内脏的脂肪 所以呢我的气管之间包裹的脂肪不是很足够 再加上我又长时间的大量有氧会跑一个半小时这样子 所以呢肾脏长时间的颠簸造成了肾出血 算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吧 没有什么长久的危害 但是大夫最后讲了一句话 大夫说哎你就不适合特别瘦你知道吗 我胖都是因为脂肪是长在皮下 其实我内脏脂肪本身就不是很多 所以内脏脂肪一少的话 我在稍微进行一剧烈的运动 就特别容易出现尿血的情况 所以我就是一个天生的小胖子 我当时的心情好坏也参半吧 好就是身体没有什么问题 坏就是那生酮饮食被拒绝了 我接下来想要减肥应该怎么办呢 并且我被医生骂得要惨的一点就是 其实我生酮中间的话 因为中间出去跟朋友聚餐 中间出现过短暂的退酮 之后是又重新生酮饮食 又进入了生酮的状态 医生就特别生气 他说如果你真的要尝试生酮饮食 是要做好至少两三个月的长线准备 千万不要生酮退酮 生酮退酮这样反复折腾 我们的身体是对身体的损伤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结合我自己的经验 以及结合医生的建议呢 在这里我对那些想常是生酮饮食的小朋友们说 第一要看一下自己是否真的适合生酮饮食 生酮饮食不适合像我这种 虽然胖 但是是离形身材 脂肪基本上会堆积到四肢 内脏脂肪比较少 第二呢如果确定要进行生酮饮食的话要看一下自己能不能抵抗住外面的那些诱惑 能不能坚持到两三个月之久 第三呢如果正在进行生酮饮食的话要跟正常饮食的运动情况要适当的调整 不要进行太大量的运动 正因为这次的经历吧也让我彻底的放弃了生酮饮食 就是很多方法别人告诉你管用很多人用起来管用 就是想去试一下 我觉得应该很多人跟我一样吧 就自己为了减肥为了瘦什么方法都愿意去试 但是真的出现了身体健康受到损害的时候 那种慌恐也是挺吓人的 减肥需谨慎安全第一位哦 我已经在营养科医生那边报道了 我的身体的分析数据呢也正在分析当中 之后医生会结合我自己的身体状况给我一个合适的减肥方法 想要知道的同学就关注我吧 让我们一起健康的 平稳的 不反弹的 别瘦吧 我是毛毛 今天这个视频呢就跟大家有头没脑的唠叨了这么多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喜欢的话就请关注我呀 拜拜